《大城小序》 一式學回來最後一節的大城小序 我們今天和大家介紹的這個週末 在我們溫哥華舉行 亦配合著香港回歸20週年的慶祝 我們溫哥華本地也舉行了一個 叫做墨影全程的藝術節 剛才介紹了藝術節的一些畫展和圖片展 這次我們請了特別藝術節的副主席 大家都很熟悉的 和張藝術繼續在這裡和我們介紹 Maggie不如先說一下 因為我們一直都在想起香港以前的過往 都是一些懷舊的感覺 你看到很多懷舊的上面 大家一定很有感覺 都想去看這個畫展 其實你最大的感覺或者懷念 香港是什麼呢 Maggie 我在香港就是讀小學、中學、大學 所以我在香港生活的時間 都是在學校裡面的環境 沒錯 所以如果你說我最懷念 當然我懷念我那時候 那些同學、老師 還有當時那個地方因為比較鬆動 我記得我們 沒有不擠迫的 那時候 小學我有一個很大的操場 我們在外面吃飯 休息、玩 那時候 過了我一個很愉快的童年 還有就是我又很餵食 我也一樣 對 我很記得就是生抽魷魚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我住的地方 每天都有一個人走過 就叫了 就買這個了 叫了 真的很好吃 我一聽到叫就馬上去下面 馬上去買 如果你問我香港吃什麼 我就馬上想到這一點 所以蛋蛋麵還有去鑽石山 但是吃完之後 我來到加拿大 當然試過很多不同的蛋蛋麵 都吃不到那種懷舊的香港的情懷 所以這次特別的這個藝術子 就是希望能夠為大家 帶來很多的回憶 有很多的情懷 無論是畫 或者在攝影裡 都可以能夠帶出 所以兩位的主席和副主席 都這麼努力參與這一次的活動 其實在這一次的過程之中 有什麼有趣事發生過 或者有沒有什麼困難的事會遇到 或者有些很鼓勵性的事會遇到 或者Maggie說 我覺得這一次真的很團結 大家都有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還有這是一個很喜事 就是很高興的事情 所以我們大家都做得很高興 希望做到好 能夠把香港的文化 他們生活 這樣介紹給我們加拿大人 沒錯 除了我們來自香港的香港朋友 去懷免一下 或者可以推介給我們主流社會 其他一些西人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來認識一下香港 莊你呢 有什麼感覺呢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覺得很感謝這麼多人 大家都一起來到團結一心 做好這個活動 其中最令人感動的 有很多人呢 我們沒有特別去跟他們說什麼 他們知道的時候 去主動來找我們 支持我們 包括你們影視人裡面 都很支持我們 整幾十位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包括俄華斯先生 剛剛回來 都說會賀我們 希望能夠來 書畫界也非常齊心 特別一提到的就是 香港的雲峰畫院 他們在我們慶祝的時候 他們在香港有一個很盛大的慶祝 就是在會展中心十六萬呎 做一個叫做全球水墨展 剪五百張畫 他們的策展人就是郭浩滿博士 他就是知道了我們有同樣的畫展 有推介一些人來 也有些畫家親自過來 使得我們這裡的畫家受到很大的鼓勵 因為他們是全國性的 五百個最出名的畫家 而我們呢 就推薦了四個畫家 在加拿大有七個畫家參展 我們這一次的畫展裡面 有四位 包括郭航健先生 羅惠顯先生 陳田欣先生 和這個 張恒老師 四個人一起去參展 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 可以說是一個交流 剛才提及到 除了有畫展 還有攝影展 我知道有一個萬宴 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 一個萬宴是怎樣的 萬宴呢 因為我們會在一間 本地的高級海鮮酒家舉行 主要就是在一個慶祝典禮裡面 我們有些儀式 包括我們有很多贊助人 有很多嘉賓出來 我們希望在晚宴的時候 來到都表揚一下 大家一起來到開心 我們是會有三百個人參加 二十五位 那些菜式都很豐富 我們希望藉著這個晚宴 讓大家能夠重溫一下 我們之間原來是 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的 相信會是很成功的 我知道配合著這個晚宴 和這一次的藝術節 你特別是出版了一個特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構思呢 這個特刊當然是有些需要 就是關於我們的攝影師 剛才有這麼多美的圖片 我們有很多不遠千里如來的畫家 和本地的畫家 創作了這麼好的畫 我們一定要把它編執成一種紀錄 讓大家都看到它的作品 介紹他們本身 我們的委員又這麼勤力 還有很多支持我們的嘉賓贊助人 我們都想介紹一下他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這次很特別 由阿龍老師編印這個特刊裡面 特別是有一批的文章 特約的文章 包括了有一班在這一處 是為我們華人爭光的一些社團領袖 商界或者政界的代表人物 他們會寫文章來 也都包括有一班這裡的學者 作者、評論員 他們都會寫一些對香港的情懷的文章 這個特刊很豐富 除了有一些畫家和紹興師的介紹之外 也都有一些文章 我也很有興趣 在文章裡面 你們有邀請什麼朋友來參與 或者什麼地方可以和我們介紹一下 或者其中幾個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位置 或者譬如在政界那裡 我們也有陳黃小平 是的 黃宋小平 他會寫到他在加拿大 移民了加拿大之後 在加拿大生活的 在加拿大生活裡 是經過他組織家庭 然後做自己的事業的發展 所以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移民的經歷 是很難得的 莊可不可以和你介紹一下其他有什麼 朋友都有的文章 其實都有很多位朋友 不過我們希望大家到時候 在特案裡面看到他們的文章 我主要介紹一下 就是我比較認識的 在商界裡面有馮李華先生 馮先生會說關於香港和溫哥華的情意結 以他個人的分析 就說影視人你們 電台電視新聞那裡 是非常之幫助到香港和溫哥華之間的聯繫 和那種感情 特別是因為每一天都有新聞 每一天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另外就是很多商場 你知道像列治民那些 港式商場很厲害 有人說如果你在列治民 你懂得說廣東話和普通話就可以了 也不用說英文 在這些商場各方面 還有飲食文化很多這些 都能夠提高了香港人的地位 另外一位寫文章的就是我們的主編阿龍老師 他是以避風堂為題 他寫了不同年代 從他小時候看到可以跳下避風堂游泳的 剛才我們的攝影子裡有一張照片很特別 他說三紅紫一個題子包 他自己又去上學 到了他看著秘風堂被填了很多的時候 當時還是有些艇 特別有些艇可以唱歌的 你可以去客途抽行 然後還有一張照片 然後還有一張照片 還有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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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都說這些歷史典故 到了今時今日 很大的轉變 但是他有一個感觸 我覺得非常之好 他覺得香港就是一個避風堂 他也說到難民如何 在中國走來香港 不同的年代裏面 到今時今日 在不同的年代裏面 很多外面的人 商家各方面 都是以香港作為一個好的地方 是他們的一個落土 一個避風堂來的 你剛才介紹了四位 我知道還有很多不同範疇的朋友 都有撒寫這些文章 其實這一本的紀念冊 是否可以怎樣拿得到 或者可以購買得到 紀念冊 因為我們印刷的是 大約一千二百本 很多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嘉賓 都留了很多 有一部分可以來買的 這個買的 我們稍後會研究一下 怎樣用什麼方式來買 希望有喜歡這個紀念冊者 都能夠有機會拿到 大家都可以 在7月29日 這個星期六開始 就有這個特別的 墨影全程的藝術節 當然剛才介紹過 有這個畫展 有一個影展 有一個晚宴和很特別的紀念冊 如果大家想拿回一本紀念冊 或者怎樣購買得到 留意一下 遲些 或者在這個藝術節的期間 都可以去到國際村 一邊欣賞的時候 一邊參與 可以到時去諮詢一下 這次很感謝John 也很感謝Maggie 和我們大成小聚 也都在這裡 預祝你們這個藝術節 成功性 多謝 好 我們節目時間到終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